关心天下大事 言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 我是百年 2023年开年 网络上出现了一股抨击主流媒体的奇怪风气 许多正能量宣传作品率率翻车 这背后隐藏着三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比如人民网撰写的文章 好好干 日子会越来越甜 宣传两个底层的民众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 文章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一经发布便遭到了群嘲 好好干 日子越来越甜 甚至成为少数人反讽社会的民梗 再比如央视的正能量视频 讲述了一个重庆棒棒勉力谋生的故事 但因为画面当中赤裸的棒棒 和马路的另一侧的宝石节同屏出现 再次刺激了观众的神经 最终对媒体正能量宣传的不满 在讨论孔以己文学的话题里达到了顶峰 主流媒体鼓励倡导 年轻人脱下长衫 放下身段 先就业再择业 但却有年轻人回怼 当前乃是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社会 力气十足 这些主流宣传作品 如果单独摘开来看 其实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之下 却遭遇舆论反弹 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这些矛盾如果放任不管 不但影响社会稳定 更影响整个中国的未来 于是时隔62年 国家再一次祭出了一个改革的大杀气 主流媒体纷纷翻车的背后 是当下社会的三个深刻矛盾 首先是文章创作者 舆论掌权者脱离群众的矛盾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 两代人的时间 许多平民家庭在改革后抓住机会 顺利实现了阶级跃升 他们的子女 很多从小生活优渥 长大后进入了名牌大学 这些人的人生一路风顺 毕业后从下压塔里 直接进入媒体工作 但却没有怎么接触过社会 此外包括了一些上了年纪的领导 或许小时候很苦 但工作后生活变好了 养尊处优一二十年 这批掌握了舆论权的人 写文章之前 如果不深入基层实际调研 不了解普通百姓遇到的艰难困苦 长此以往将会面临脱离群众的风险 所谓文章写尽太平市 不肯俯首见苍生 到那时 舆论矛盾只会愈演愈烈 难以收场 其实正能量的宣传作品 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主流媒体除了 有教化民众的社会职能外 更重要的是 揭露社会问题 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宣传作品出来之后 老百姓一看 只有教化民众的部分 却没有真贬实弊的部分 于是就感觉 问题分析流于表面 辜负了媒体机构 所拥有的舆论监督的职责 颇让人有些恨挺不成刚 民众对于媒体机构的批评 其实也是对他们的殷切期盼 希望他们未来做得更好 但是回过头来想 所谓官样文章 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为什么在2023年 出这个时间节点 大家的意见这么大呢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就业问题突出 2023年 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预计达到1158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但与此同时 2月份官方披露的16到24岁 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 却达到了18.1% 如果划一条线 可以看到自2018年有记录以来 青年人的失业率持续上行 从10%震荡上升到了18% 这背后 既有新冠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又有中国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多 但产业升级却较慢 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的矛盾 所以大学生苦叹 脱不下长山 只能去一窝蜂的考研考工 但是这也不能怪他们 根据某团报告的显示 2020年上半年 该企业骑手的本专科率 已经达到了25% 高于欺负全社会本专科率的15% 很多大学生已经脱去了长山 这个时候再批评他们放不下身段 姿态就太过于高高在上了 而对于很多已经工作的中年人来说 或许不太在意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但他们一定会关注 接下来的三个矛盾 那就是社会上升通道在缩窄 贫富差距拉大 同时劳动与付出获不得相应的回报 例如在靠力气赚钱的视频里 大家看到的则是一个棒棒干了20年之后 却依旧还是只能当棒棒的情景 这背后是不是存在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 同时有的人付出的汗水没有棒棒多 赚的钱却是棒棒的几十倍上百倍 足够买一辆保时捷 好好干 我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甜不知道 但我老板的日子大概率会越来越甜 这里面反映出大家对于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 总而言之 上述三个矛盾 也就是干部脱离群众 经济下行 贫富分化 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最深刻的三个矛盾 它们不是一时兴起的 但在2023年初 集中映射在了舆论场之上 证明了这些矛盾已经积蓄已久 接近集中爆发的时点 今天我们必须下狠手解决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时隔62年 国家再次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 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终极办法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要求全国所有县处级以上的领导班子 必须亲身参与到调研活动当中去 其目的就是通过大兴调研之风 来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 解决老百姓极难叛仇的问题 回顾历史 62年前 我们党在三年自然灾害危机存亡的关头 也曾有过一次大兴调研之举 1959年 受到全民参与大跃进的影响 我国农业出现了建国之后的首次生产下滑 1960年 全国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 粮食供应紧张 人们普遍面临吃不饱饭饿肚子的巨大灾难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 毛主席痛彻地感受到了 党中央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 方法不对 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 很快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 毛泽东做了关于大兴调研之风的讲话 强调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 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 工作就没有基础 并号召党内同志们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干 经过初步研究 中共中央于1961年3月份讨论并通过了农业60条 规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等等 新条例虽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但仍然坚持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后老一代领导人带着农业60条草案 深入农村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在湖南宁乡 刘少奇不住宾馆招待所 自带草席被褥 把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设在了养猪场 了解到了农民生活的现状 以及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病之后 刘少奇沉痛地说 应当把因为政策错误导致的损失 刻悲警示 在河北武安周恩来召集群众 向他们征求意见 最后却变成了社员的诉苦大会 他诚恳地向大家道歉 表示工作没有做好 总理没有当好 在北京顺义 发现问题严重性的邓小平 向群众明确表态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 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吃不吃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 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带头之下 各地方干部也都深入田间地头 和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像这样全党上下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农村调查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1961年5月 在深入农村调查两个月之后 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 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 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从那个时候起 我国农业生产便摆脱了被动的局面 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62年之后的今天 世事沧桑俱变 我们的老百姓再也不用为吃不饱而发愁 但新的时代又有了新的困境和挑战 在以前 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简言之就是产量太低 不够吃不够穿 但如今中国工业产能世界第一 GDP世界第二 总量上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依然有少部分老百姓 饱受贫困困扰 同时有更多的人 感受到了生活幸福感在下降 十八大指出 这是因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 大量产业人口资源流向一线城市 同时三四线城市人口外流发展受限 再比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平衡 贫富差距日益增大 新的历史阶段 新的社会矛盾涌现的时候 我们国家恰好又经历了三年多复杂的抗疫历程 疫情过后 社会在复工复产的过程当中 遇到信心不足 消费不足 就业不足的困境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今天国家再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就是为了仿照62年前的历史 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那么具体要调研什么 如何调研 中央文件中列出了12个方面的调研内容 包括推动产业升级 确保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推动共同富裕 解决就业难 教育难 医疗难 问题等等 方案强调 现住级以上的领导班子成员 每个人都要牵头一个课题开展调研 选题的时候 不能贤贫爱富 避重究轻 要针对工作中最突出的难点问题 进行专项调研 深入农村 社区 企业 医院 学校等基层单位 掌握实情 把脉问诊 发现和查找 政府工作中的差距不足 此外 为了听真话 看实情 避免群众变群眼光简好听的说 只抱欢喜的事的情况出现 此次调研采取了四不两直的方式 什么是四不两直 就是调研前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调研的时候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 没有这种调研方法 不搞形式主义 才有可能让领导干部了解真实情况 听到真东西 但更重要的是 调研完了之后呢 百年还记得2021年一位北京人设局副处长当一天外卖小哥的新闻曾经爆红网络 这也是一种基层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 该处长12个小时只赚到了41块钱 亲身体会到了外卖小哥的不意 调研完之后 该处长曾试图和外卖企业商谈解决外卖小哥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 但该企业呢 家大业大 利益关系复杂 最终并没有很好的推进 直到今天 作为城市里交通事故率最高的群体 外卖小哥们依然被劳动保障不足 算法压榨等问题困扰 调研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 所以这次中央方案就要求 各级部门要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 对调研出的问题解决情况 进行长期督查和跟踪 不能光发现问题 不解决问题 同时呢 这次大兴调研之风也不像普通人想的那样 只是一场轰轰烈烈 来得快 去得也快的运动 文件里呢 就明确指出 调查研究要成为党员干部的经常性工作 上次大兴调研之后 国家高层针对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 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解决方法 这一运动呢 持续贯乘了近20年 而这一次调研 会产生哪些长销的社会改革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毛主席曾说呢 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就能够产生的 它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 因此呢 我们需要实时了解社会情况 实时进行实际调查 62年之后 今天我们面临的斗争形势 一点也没有减轻 外部面临中美博弈的百年变局 内部有经济转型的阵痛 在这时 国家再次提出大兴调研之风 为的就是清除社会积蓄已久的弊病 这不是结果 而是中国第二次巨变的开端 希望到最后 我们的老百姓能真的相信 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 而到那时 中华民族的堡垒才不会从内部被攻破 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更有希望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